电动车由于经济实惠上路灵活轻便 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但是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二轮电动车时 也要注意甄别 购买的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畴 2月20日 宁波慈禧一名男子 就因为酒后骑着电动车上路被抓了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 由南往北行驶 随后逼停了一辆对向而来的小汽车 并与车主发生了冲突 由于冲突加剧 对方报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 王某身上有着浓重的酒味 而王某驾驶的车 虽然是普通电瓶车的样子 但没有助力踏板 属于机动车 于是案件被移交给了交警处理 他骑的是电瓶车 他就是对这个电瓶车 是和机动车这两个概念之间 他就是混淆的分不清楚 我以为用电瓶的 没有加接待的 商家也是对我这么说的 那我也是 总的来说我自己 这个方面也不够了解 应该呢 要打听一下 问一下 问清楚才知道 对吧 据王某交代 当天晚上自己和朋友聚餐 随后又前往KTV娱乐 期间喝了6瓶啤酒 经过呼吸室酒精检测 其测试结果为 每百毫升185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目前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且5年之内不得拷取驾驶证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